我們會讓客戶先把手放在你的財務的地方 你的外套幹嘛接你來 別讓你不好吃 要展開 所以我們在做治療的時候 在做示範也是一樣 就必須躺開你的白頭 然後一樣就是把手放在肚皮的地方 稍微有點長 不用做得那麼正 那很多的人他都不太會 叫做吸氣的時候 肚子補起來 所以我們都會用他們的第一個步驟反正是什麼 縮肚子 然後順便吐氣 抹斗拿就比較簡單 順便吐氣起來 接下來呢 你放開的時候 你肚子就會膨脹的時候就是吸氣 這是我們教的一個訣竅 吐氣 壓肚子 吸氣 肚子膨脹 讓他們去習慣 好 這個 跨肚子修上的 吐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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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 吐氣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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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很多小朋友也不知道 吐氣在哪裡 所以我們不教一下他們 差不多肚子一下嗎 那我們就去整個手掌 再去肚子就可以了 那習慣的時候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讓他們做所謂的一個 先進式的肌肉方中 先從剛才的第一個動作開始 手握拳往前 然後呢 不是這樣可以 請他繼續用力 更用力 再用力 但是你要教他們 你覺得力量指出來就可以 不要指揮人家 指揮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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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覺得你如果用到力氣的時候 就要開始慢慢的 先從你的肚子慢慢的上攻 然後呢 讓你的手慢慢的 回到你原來的位置上 這個人還是有用力量 不然手應該要掉下來 他要讓你去一步一步的 慢慢的 他會告訴你 你最晚的事就是說 鬆 變得很鬆 再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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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要練到所謂的那個功力 差不多有 比較就像練武俠 那個武俠講說裡面鬆的 像有些人他呢 剛開始我們不曉得 什麼是鬆的時候 我們先從這個部分 然後練到這樣 我們移步這個程度的動作 大概三分鐘 三秒鐘 就可以拿到放鬆的一個狀態 除了這個大動作之外 還有精細的動作 譬如說 有一個動作很多人都很快 除了剛才的開嘴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瘦掉 瘦起來 你的眼睛是什麼 摸摸 要不要摸摸 這樣子之後 再慢慢的放開 放開 很多人齁 我們發現很多的上班族 光是這個動作 他那個焦慮的指數 馬上就降低下來 因為很多人的那個壓力 可能都在這邊 那甚至牙關 牙床牙關那樣 所以我們會 教他們簡單的 做出一個肩 壓心理的牙齒 然後呢 一樣 慢慢的放鬆開來 那這些對於一些 所謂的肩頸 比較緊張 容易緊張 頭痛的人 其實也都有很好的作用 那還有很多人的一個 緊張的部分 是在所謂的肩膀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會教他們一個動作 頭下壓 然後呢 你的肩膀 往後 用力的去 轉開來 那這個動作呢 其實你可以 感受到這邊 胸部的部分 還有你的肩膀的部分 那一樣 你覺得你用力夠了之後 慢慢的 回復到你的原來的狀態 你會發現你的肩膀 你可以在 你的肩膀 你可以慢慢的降低 沒有像剛才那樣的緊張的一個狀態 那還有一個動作就是 上後彎腰 彎腰 那一樣 可以放鬆你背部的肩膀 那最後呢 從頭 整個大屈股 最後就是所謂的一個腿 用力向前伸直 你可以感覺到你的大腿小腿 甚至你的腳踝 還有臀部肌肉 都是比較緊張的一個狀態 那一樣的 慢慢的 那就是漸進式的放鬆 那自我暗示的話呢 就是幾個步驟 第一個 你的身體一定要是平衡的 你去感覺你的身體是平衡的 第二個 請你靜下來 請你去感覺到你的心跳 你好像可以感覺到 你好像聽得到 但是你只是試著去感覺你的心跳 為的就是讓你可以沉靜下來 然後呢 呼吸呼吸 最後呢 那就是最高高的你的手掌 會溫暖起來 好 那這個時候 你不用特別的把你的注意力 放在哪一個部分 你可以讓那個所謂的意念 好 就是隨著這四個步驟 自由的去走 真的很像那個 五條小腿裡面的裂口 好 打著你的任督二脈 然後你去感受 你那個身體的熱油 但你身體 它整體 整個就會往裡面放鬆 謝謝